你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岛 在巴巴水患之后呢 南部地区马上又面临了干旱的危机 于是一些水库的新建计划又再度被提起了 到底以工程的方式来开发新的水资源 能不能解决缺水的问题呢 今天我们的岛节目将从用水 取水 储水 还有解水几个不同面向 来分析水资源的解决之道 是不是我们能找到在顺应自然的状况之下 一个与水共存的方式呢 2009年巴巴水患 惊人的雨势造成重大的灾情 让许多家园破碎 居民流离 水患之后 南部地区长期没有降雨 加上水库预塞 又形成新一波的水患危机 从洪水水患到缺水水荒之间 台湾面临一个气候异常的年代 严峻的情势让人开始思考 一条与水共舞的生存之道 2009年8月8号 莫拉克台风带来惊人的雨量 造成沿海地区洪泛淹水 山林地区山崩土石流的灾害 水患过后 展开漫长的重建工作 但是没想到 巴巴水患之后 洪水带来的土石 造成南部许多水库严重淤积 再加上连续五个多月未曾下雨 供水状况相当危急 南部地区又将进入水荒的灾情 那目前的一个水量 因为是正文水库跟五三头水库 不是两个湖山的水库是由正文水库 水化下去这样的运用 两个水库的水量 目前加起来还有两亿 两亿的立方公尺的水量 所以还是供应到今年就会去 根据水利书统计 南部地区正文水库 南化水库 甲仙兰河岩等水利设施 在八八水换之后 总淤积量超过一亿一千万立方公尺 南部地区最大的正文水库 就减少六分之一的蓄水量 这一次八八水栽的时候 我们这个正文水库的淤积量 大概增加了九千一百多万 那这个是水库容量减少 那另外有漂流木 这个也是不少 大概有四十几万的漂流木 立方公尺的漂流木 那这部分我们要赶快清运 把防漂流漂到水库里面去 在南部地区 水资源的供应 大约百分之七十供给农业用水 百分之二十是民生用水 剩下的百分之十属于工业用水 面临水框的发生 政府在确保民生用水 提供工业用水 调节农业用水的优先顺序下 南部地区的嘉义 台南 高雄 屏东 总计一万七千多公顷的农地 第一期倒作全面修耕 因为缺乏灌溉水源 农地的修耕 引发农业经济停顿 农村文化断绝 甚至台湾粮食安全的问题 但是另一种因为水框产生的危机 却是在台湾农村不断蔓延 如果以为政府停止灌溉 全面修耕之后 南部的农地就是一片灰色大地 实际上的景况并不是全部如此 在台湾南部 因为郡道的设计 以及长期面临干旱危机 农民早有一套因因之道 除了盼望春雨的看天田 许多农民设立深水井 抽取地下水灌溉农田 政府停灌农地 提供收耕补补助 但是这些依赖地下水灌溉耕作的农民 心中确有不同的计算模式 对于农民 心中最气愤的就是遇上缺水 总是保护工业 牺牲农业 他们愤怒地说 当初建造水库 农民都有出钱 为何现在变成工业优先 农民牲农业 这时候核水库是我们出钱的 这些结果受水 让工业 我们没有保护 那时候特地 复赏我们长期有 真的有赏事件 现在 到复赏 Els都 抽很多钱 专业到我们没吃点油 农业用水与工业用水的冲突 随着缺水的严重 以及工業區不斷開發 提高工業用水需求 總是被犧牲的農民 開始轉向抽取地下水灌溉 作為自救的方式 新春早景數量大增 其中非法偷射的問題 形成另一個水資源的危機 這個地下水的一個開發 就是要你補助量 你的抽取量不能夠大於補助量 所以我們有一些地下水 除了地板下陷區的話 另外還有管制的一個範圍 那地下水的一個 一個申請的核發 是在於縣政府的一個權責 那有一部分可能是 他如果導遊有水潛的話 地下水潛的話 他們允許的話 當然不能夠怎麼樣來禁止 應用地下水 其實也是水資源開發的一種方式 但是缺乏區域管制跟補田計劃 就可能造成地層下陷 水源污染 以及資源耗損等問題 水荒的發生 民生、工業、農業的危機 成為社會關注的角力戰 但是因為水荒引發的生態危機 卻像無聲的悲劇 靜默地在大地蔓延 這裡面是什麼 這就是我們解剖的 一些衛生物 還有一些吃外的食物 都在裡面 這是蕉啊 蕉啊 從冰箱裡拿出來的塑膠袋 裡面放著一具具水質的屍體 他們成為水荒的生態受害者 這個在稻田邊剪到的已經吸了很多 已經像是乾濕了一樣 到底 那是水質 對 是水質 所以這個都已經確定是中毒了 對 都在田裡面剪的嘛 因為乾旱沒有太多的食物嘛 水生植物的東西 還是鍋 螺類的 昆蟲很少 本來東京就少 那加上又乾旱 所以他到處灰 到處找東西吃嘛 那他東京有群聚效應 然後一群就下去了 只有半群上來 全部都正亡 農地缺水灌溉 許多農民放棄 教費金錢與水源的插秧農法 改以稻種直接撥撒田地的直撥農法 為了防止疫病 稻種在播種之前先浸泡藥水 一旦灑入田間 鳥類霧時 即遭毒害 這隻受傷的水質 從關鐵水質保護區 緊急送來 在緊急救治之後 研判有中毒的現象 他來的時候 他蠻虛弱的 然後再來就是 傷口感染得非常嚴重 那基本上我們還是給他一些俗理 給他一些像皮下的一些液體 讓他補充水分 那解毒劑一樣還是要給 雖然他沒有出現症狀 可是如果假設讓他出現了 就來不及了 他有一些像後攻板上的現象 神經性的現象 那打完針以後 他的精神就好 就會咬人 就會咬人 這些 複合性的一些毒物 他來講 其實 他都是一些像有機靈類的東西 那有機靈不管是生物 只要是物類動物吃到 他一定會中毒 他一定會中一些綠色的植物 所以就一些鳥來這邊盡量 要保持那種目的 在水質保育園區研究人員的家中 另外兩隻受傷的水質 進行復健觀察 無辜的樣貌 成為水荒危機 危機生態的見證 之前我們已經擁有80隻 那包括今天是80隻死亡 那三隻是有救活的 另外三隻是救活的 八十隻死嗎 對 然後今天又多了三隻 是沒死掉 你們的族群要不是才 這個附近才有兩百多隻 對 我們在12月初 計算的族群量是388隻 然後在12月中 就開始發生這種現象 然後降到目前 上個禮拜 調查的族群量是223隻 這個有一個 嗨 嗨 沒事 沒事 俗名菱蝶鳥的水質 在台灣屬於濱臨滅絕的鳥種 台南官田一帶經過富裕 數量維持300多隻左右 但是這次因為水荒發生的 中毒事件 一下子傷亡80多隻 對水質族群形成重大傷害 但是更令人擔心的是 關田水質保護區內的保育濕地 完全依賴水汁補充水源 在水汁停止供水後 院區面臨乾旱危機 保護區將完全失去淒淚的功用 夏天因為有雨水 所以我在繁殖 到了冬天 那些植物 一年生的水生植物爛了以後 我基本上 我都水都燉到公關 一直補充 我整個冬季都沒有水 但是往年是到日常 沒水會來嘛 因為農業用水嘛 因為找到要 但是我今年沒有水 所以我可能今年 可能整個富裕 幾乎全部是乾 乾掉 乾掉我這邊 水汁就不可能在這邊繁殖了 就到外面去了 外面有一些零條田 它有打水井 所以也擋 也擋 所以我這邊 這幾乎的功能 今年基本上幾乎會停擺 水荒的發生讓大地一片干渴 許多仰賴農田水菌 補充水源的濕地 皮塘 生存其中的蛙類 鳥類 及昆蟲 都在水荒之時 成為生態浩劫的受難者 水荒的危機 有著用水量加大的問題 也牽涉水權分配的正義 解決問題的方式 除了節約用水 調度用水 根本的問題還是在於 水從何處來 驚人的餘料落在台灣土地 台灣不是一個無雨無水的國度 但是荒謬的是 大自然給再多的水 台灣卻還是面臨水荒 台灣的水資源問題 不是無水 而是留不住水 水礦過後的曾文水庫 國軍進入大浦地區河床清理淤沙 希望快點輸進河道 解決水礦危機 曾文水庫大量的淤塞 本群接獲這個命令之後 從12月下旬 迄今我們跟水資局多次會刊 然後投入了這整個書軍的任務 那我們這次的任務 我們預計 我們已經派遣了官兵76元 整個全案大概97元 兵力大概97元 來投入這整個書軍的任務 水資源的取得以建設水庫 處置水源為主 但是幾十年的暴雨氣候 為水庫增加的不是水源 而是減少蓄水量的淤沙 興建更多的水庫 一樣面臨淤積的問題 就以南化水庫為例 興建才16年 淤積量已經接近三分之二 水庫形同無用 現在河川的水 最主要是河川上漲了 那水都跑到地底下去了 所以說在一些的南河院 也就取不到 相對取不到水了 那麼另外水庫的 游擊水區進來的水庫的水 也慢慢減少了 所以說現在目前三月 各個水庫的蓄水量 都已經快低進 尤其南部地區 畢竟呢這個呆水味 更驚人的事實在暴雨量加大 霞帶的漂流木魚土時 一旦堵塞水壩的洩洪出口 無法宣洩水壓的水庫 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洪水炸彈 威脅著平原上的城鎮與居民 霸體的影響最重要 我們取水口的一個取水 因為我們取水口的話 它有藍爐山 藍爐山最主要是把漂流木擋在外面 水進來 漂流木多的話 它會阻擋水的進入 所以會產生的對過進水口 產生的結果安全產生不大影響 那我們已經在爆發水下之後 我們已經有清了 已經清到雨季面了 除了這一次的能夠安全 那下次雨水來 下次汛起來的時候 我們還能夠讓水庫 能夠也是安全來供水 台灣山區易崩塌的地形 因為好雨造成水庫淤積 宣告長期依賴水壩蓄水的功能 受到嚴苛挑戰 水庫形成沙庫 流不住水 一旦排沙治理 更有水質濁度提高的問題 管理水資源的水力署 必須正視水庫功能喪失的事實 思考多元水資源的開發方案 地表水地下水 這些能增加的我們盡量來考慮 那另外就是說 有一些我們比如說 污水的在於回收利用 工業用水廢水的回收再利用 等等還有解水的措施 這些都是 還有海水單的話 這些我們實際上考量的 多元的水資源 多元的水資源 卻無法解決水況問題 應該開始找尋不同的取水之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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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